谢谢姐姐 米娜 米娜要说谢谢姐姐 前两天下雨 种了几颗小白菜 长得可快了 是吃烤肉的小生菜 我给他摆进去 做那个蔬菜沙拉 今天晚上给娃爸 做一个打几块 沙拉 蔬菜沙拉 早上给老二做那个便当 我都会拔一两个菜叶子 这个盆里是小菠菜 都发芽了 这边韭菜又可以吃了 今年种的小葱又长好了 还有这个大菜 朋友们你们看 都出苗了 今天天的雨下来是真好 小生菜就这样的话 超市差不多都是10个叶子一卖 基本上在98日 100日 5块钱这样 我做差不多有20片了 要是去烤肉店老之前了 烤肉店的话 一般的10片都是400日 20块钱 应该洗的 一会儿炸鸡块做成沙拉就可以了 娃爸今天是一样尖尖尖 就是上了两天娃爸 今天晚上休息 然后他刚刚起来去接两个孩子 他在家里把饭做好 因为两家伙 到家就要吃 没得吃 他就瞅着要吃零食 这一锅以后是前面也是做炸东西的 炸物的 然后就放在那里面 现在接着用 如果不多 我到时候给它翻面就可以了 你不要 不一定非得盖起来 但是这个锅里不能塞得太满 但是就这么多了 再往里面放 它炸出来的鸡块就特别软 软大大的就不好吃 国内的时候 我也偶尔喜欢去吃一下肯德鸡 但是来日本以后 出去都没去了 就感觉在家里 自己也可以炸的那种 别看日本人 吃油少 然后吃的那个比较精细 但是他们这种油炸物 是经常吃的 我婆婆的话 他就会 每个季节炸不同的东西 然后现在天马上凉了 再凉一些 到冬天了 他会炸生蚝 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老公 为什么跟我婆婆吵架 今天要聊一下 其实他们两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两个人观念不同 不是说像我们国内那种 就真的吵架了 就真的生气了 他们只是观念不同 最主要是我老公 他觉得他接受不了 他妈某件事情的想法 所以就生闷气 跟我婆婆 但最近又没有关系 又好了 然后呢 可能是压力大 我觉得我老公 有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粘牛角尖吧 特别喜欢粘牛角尖 去一趟中国以后 回来他变了 很多事情的 看法 都好像跟以前不同了 也是 因为去中国是散 他是第一次出国嘛 他应该是见了一下外面的世面 但以前他去的最软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高中旅行 去了好像去了北海道吧 然后别的地方就是 就跟我去过东京 做我们结婚的时候 去东京旅行 他内心里好像还是挺向往 就是我们中国人那种气氛 比较热情吧 他蛮 好像他蛮享受的 这有可能 也是因为他在那边去 他只玩 他没有在那边 真正的生活 就是不需要上班嘛 所以他看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 在那边觉得 那边生活人比较轻松 因为这些事 然后回来 以后跟我婆婆聊天 聊一些 就是百姓喜欢聊的话题 比较关心的话题嘛 然后他跟婆婆两岸的意见不同 然后他就生气 你说也像个孩子 就因为意见不合 他就生勃勃的气 然后就这两事 没有别的什么大事 现在他们俩也好了 不要很担心 他们毕竟是母子 对不对 哪有那么大的丑 你看他这块帐好 是不是还不错 感觉在自己家 其实做起来挺方便的 但是我不爱做 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怕自己长胖 真的 我也是那种 比较容易胖的体质嘛 可能也有随点我妈 因为我妈比较胖 她现在真的是 喝水都胖的那种 所以我对这方面 也比较注意 就是不敢吃太多太油的 然后最放松的时候 也就是回国的时候了 每次回国就有点吃吧 反正回日本之后 又会瘦回去这个样子 新杂的哈 先吃了 好烫 好吃 吃了 放点干净的玉米粒进去 直接吃三辣椒就可以了 是什么?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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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四瓜用那个豆腐烧点汤 哇 我的鸡块有点多 看一大盘炸鸡块沙拉 等汤做好了就可以吃饭了 烧洗一个碗 用这个盒 倒到汤里面去 吃饭了 吃饭了 有 吃饭了 要脆